中国女足在女足奥运会预选赛的第一轮比赛中,遭遇了一次不幸,以1比2输给强大的朝鲜女足。 这场比赛成为了中国女足晋级的第一道难关,但并非唯一的挑战。 接下来,她们对阵泰国队,尽管最终以3比0获胜,但这个比分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太多的信心。 中国女足在面对这两支球队时,似乎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实力和自信。 正当大家认为中国女足可能会在预选赛中步履为坚实,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。 她们在与日本队的比赛中,以0比2输球,这被视为一场暴冷。 这个结果引发了人们对日本队实力以及乌兹别克斯坦队潜力的讨论。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小组赛中占据了有利位置,最后一轮将迎来与印度队的较量。 她们有机会晋级下一阶段,中国女足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,她们目前积分仅为3分,竞胜球为2球。 这意味着,她们必须在下一场比赛中大胜韩国队,才能有望晋级。 这一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决策的影响,尤其是主教练水庆霞的决策。 水庆霞的一些选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女足的困境,包括放弃一些有潜力的球员。 而在这一危急时刻,中国足协新掌门人宋凯也面临了一次考验。 在接任后,她曾表态要确保中国女足能够顺利晋级,但现在局面并不容乐观。 她可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女足的现状,考虑是否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,包括解雇主管中国女足的孙文和主教练水庆霞。 这一情况让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女足的未来。 中国女足曾经是亚洲足球的一支强队,但近年来,她们似乎逐渐失去了竞争力。 这次预选赛的挑战显示出,中国女足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和发展方向。 或许,中国女足需要更多的投资和支持,以培养新一代的优秀球员。 这也需要包括改善基础足球设施和提高教练水平在内的广泛改革。 中国女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一场比赛,而是涉及到整个足球体系的调整。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,教练团队的变动。 主教练水庆霞可能会被解雇,这引发了人们对新教练的选择和培养的讨论。 中国女足需要一个富有经验和战术眼光的主教练,能够带领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同时,也需要重视青少年足球的培养,以确保未来有更多的优秀球员涌现。 中国女足在女足奥运会预选赛中面临着重大挑战,但这也是一个机会,可以重新思考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。 中国足协新掌门人宋凯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,以确保中国女足不再陷入困境,而是重返亚洲足球强队的行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